大家好我是美国实战 又到我们的每天实战早盘直播 Lightseam时间 今天是14号周四 刚开盘40来分钟 10点15分 那大盘还是老样子 这个昨天耶伦最后一次记者发布会 也是这个本年度的最后一次加息 加息第三次 那毫无惊喜 毫无惊喜 那耶伦也是对比特币做了一些相关的评论 那似乎就是放任不管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了 比如说比特币现在目前还是非常小的一个规模 而且是不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支付工具 也不会影响什么金融上的不稳定 所以我们看到比特币昨天有些稍微负面的一些反应 但是整体来说还是依然在一个非常强的趋势 那市场也是昨天有一个稍微这个尾盘 有点微弱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但还是没有能够跌破这个2660 那如果没有跌破2660的话 那我觉得短期也没有什么太多可担忧的 那我们也说过 昨天也说过季节性的强势将会在这两周开启 虽然说这个季节性强势不是说非常的强 要涨了5%3%不是这样子的 但是呢比较难以下跌而已 比较难以下跌而已 那相对说较强的可能说是罗素2000 可能会是这边是更强的一个股指在接下来的两周 圣诞行情当中 然后就是标普500 然后就是QQQ了 所以中小盘可能会较强一些中小盘黑马股或是动能股 这种小盘股可能会更强势一些 那大盘股的话可能就会比较的这个租了 可能就比较租了 在高位盘整等待一月份的这个行情 一月效应 那我们看到金融板块也没什么太大动静 昨天美联储说18年要加息三次 甚至可能会四次继续追随17年耶伦的这样的一个脚步 那市场预计鲍威尔会追随耶伦的这样的一个脚步 那我们看到银行反应没有太大 银行反应没有太大 那科技这个标普500的科技指数 依然还在新高附近 还没有去碰新高 但是我们看到不少fans down 又回到新高的位置了已经 那是我们看看这个semiconductor 我觉得semiconductor 从semiconductor来看的话 半导体来看的话 这是科技的先行指标 表明资金还不在这个大科技里面 表明资金还不在大科技里面 所以这边还是要稍微小心一点的 semiconductor是今年全年的一个领导者 但是这边我们看到却表现没有太好 表现没有太好 那可能进入到一个漫长的 这样的一个盘整阶段 有点像之前这样的一个套路 这边一个下降趋势 然后反转之后 出现这样的一个下降趋势突破 但是我们看到盘整了一长段时间 大概一两个月的时间 这边可能也会稍微盘整一下 然后可能才往上走 可能才会往上走 所以半导体方面的话 钱不在里面 那像我们关注的什么Navida 或者是MU这些 我觉得稍微都显得比较弱 很正常 Broadcom也是稍微显得比较弱 因为需要点时间 因为需要点时间 所以半导体的话 大家可以稍微放一放 稍微放一放 不要这么急的去关注 那可能更多的资金会在 像什么工业板块 或者说跟经济息息相关的 也是美联储 confirm 这个继续加息 也说明经济还是OK的 那我们看到像交通 交通这里面有好几次指标UAL UAL也是在底部这里开始徘徊了 这边做了一个大的一个双底 这个俗称奶造底 那可能这边突破之后 可能会往更高的走 而且从P值 估值来说也是非常便宜的工资室 这个10左右的一个P值 这个也是之前有传出丑闻的 这个把这个一个应该是越南的一个医生 赶下飞机弄得脱破血流的 赔了很多钱 巴格特也持有了一支 现在开始从这个底部开始浮现出来了 这只可能在年底 说不定有期权操作的这样一个机会 到200天均线 大概可能不到10%的这样一个空间 做期权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绰绰有余了 那银行股的话 我倒关注的不多 可能就是花旗银行 Bank America 我觉得这几支还是重新上来看还是不错 那高盛还有GPM 还有MS 都是在高位盘整 那总体来说大盘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四五日也是偏向于看涨的 那四五日昨天我也说了 12月是今年的最后一个四五日 四次3月6月9月12月的第三个周五 那这一周我相信也是偏向于Bullish的 所以不宜轻易做空吧 那日内你可以做空一下ES 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用ETF来做的话 不用期权来做的话 我觉得太费劲了 而且容易被耗死 容易被耗损掉 但市场的确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弱势 那我在十番群 期货群里面发出去的这个Vault ADD跟Tix 那现在我们专门这个交易员的赔育计划 也有好几个人选了 那专门有一位交易员是这个在交易室每天过来 然后呢 现在也是为大家发一些这些期货的一些截图 包括我们这个期货的专用的这个MultiChat的软件 还有说这个TD-SYNCLE睡眠的一些 这些内部指标的一些截图 我们定期都会发出去给大家 那早盘来看的话 没有什么太大的弱势 感觉就是一个可能是一个缩量盘整的一天 那的确是相对于说之前的强势来说 开始有点转弱 开始动能有点放缓 所以这边也不期待说有太大的upside 当然现在要下跌也是维持较早 感觉还是在这个高位盘整 那似乎是可能是一个较为平缓的这样一个过渡 等到说到下一周可能才会有更大的一个动静出现 似乎是可能多空对决 或者说各种期权期货这个到期 所以说可能会造成这样的一个诸事 或者说偏向于稍微微服是看涨的这样一个情况 这是普遍的一个情况 大数据的一个回测结果 那看看是否是这样的一个 最后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我也预计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早盘也是有很大动静 那刚刚也是在直播之前给大家讲解的这支股票 AMPE 那在这个2块3的时候追入 短线的一个动能 那现在已经开始到了一个止盈的一个阶段 为什么追入呢 因为在VIA这边有非常好的一个支撑 同时我们看到卖量非常的小 都是绿色的bar的一个买量 那新闻方面我也看了一下 乔耀股有新闻不错 有数据新闻还行 主要还是有个期权异动 看上去非常的刺眼 让我觉得这支股票感觉日内的动能 还是没有结束的 还是没有结束的 那阿里巴巴又回来有机会了 阿里巴巴又回来有机会了 那任何的大跌阿里巴巴这种从高点回落下来 百分之五、百分之八、百分之十的 你都日内可以做一单 日内可以做一单期权 这是没问题的 但是你不一定要过夜 你不一定要过夜 那阿里巴巴这边 还是回到这个区间下沿这个位置了 还是回到区间下沿这个位置了 那之前在这边有反弹 那我觉得一周前有反弹 这边应该也是会慢慢进入到支撑这个区间 阿里巴巴之前错过机会了 这边要睁大的眼关注着 睁大的眼关注着 那另外跟阿里巴巴相关的一支是雅虎 在日本剩下的阿里巴巴的股份 AABA AABA相对来说较强一些 我们看到AABA对吧 相对来说还是在各大均线附近的 那这边AABA我觉得你要做多的话 选择AABA可能会更好的一个选择 AABA虽然说期权流通 是阿里巴巴的五分之一或十分之一 但是期权流通也是足够好的 也是足够好的 就是可能会是更多的首选 CRTO 那中长线计划早盘发出去通知 早盘发出去通知 那尽量低买 那建仓少量 建仓少量5%看看有没有更好的一个空间向上 那开盘的时候 说这个没有量的一个砸下来 然后开盘的时候放巨量 开盘5分钟低5分钟1.3个million放巨量从22块钱拉上来就没有再回去过 这里让我感觉有点点问题 有点问题 所以这边要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说22一旦破了的话 拉不回来 日内如果拉不回来 然后尾盘还是在22以下的话 先出场 先出那这风险界定就非常清楚了 1块钱左右的风险 如果不行出来 如果可以的话 看看能不能拿长点时间 看看能不能慢慢的起来 那这个新闻 还有这个基本面分析 具体我会在中长线的这一个学员群 或是email里面我会稍后发出去 在直播的时候我会发出去 FNSR 那它跟苹果基本上签了这个生死合约 那生也是苹果死也是苹果 那这个其实呢 让我觉得有点紧张 有点紧张的 完全是把自己tied up with Apple 另外一个LITE 同类型的 它没有说跟哪一个有exclusive的这样的一个合作 这个市场我觉得蛋糕会越做越大 3D sensor 那这个股票还是我觉得可能是我更喜欢的一个 当然这边可能会出现再次的回调 大跌 那可能会更好一些机会 这个FNSR可能已经涨了很多了 FNSR已经涨了很多了 而且感觉动能已经放缓 而且200天均线并没有站上 200天均线并没有站上 而且这里23块 另外6原来的阻力 现在站上去一天第二天又下来了 所以不能回到23块7以上 这边可能会显得比较无我一些 然后另外像其他的这些我觉得都不属于说是龙头 虽然说估值非常的便宜 但是流通量实在是太大了 非常难以拉起来 那可能要借助财报或是重大的新闻才可以了 那这一支也是一样的流通量稍微小一点点 但是呢这样的一个下降趋势实在是难以让人觉得短线能够拉起来 我昨天也是讲过这支股票 我觉得可能需要回踩一下这个区间下延 这个下降趋势的这样的一个上延原来是阻力突破之后 这边的支撑如果不行6块钱附近回踩 那如果跌回去的话那就要小心了 如果不跌回去的话看看有没有DITBI的机会 这边可能做一个小的头肩底 然后再往上走 那可能也是需要时间 那还是我觉得更好的关注是在这一个LITE 然后AOI的话还是在这一个下降趋势当中 那必须要突破这个下降趋势才会有更好的一个表现 财报也是在明年二月份 UZ那7块钱 那这个公司其实没有低估 没有低估 有点像刚刚这个刚刚说的这一支股票叫NPTN 有点像在NPTN表现从雏形上来说感觉更干净一些 VUZI这边跳空或者说比较腰成交量也是不稳定的 所以这边要小心这个今天5块8守不住的话 那可能这边这个趋势短期来说就结束了 这个趋势可能短期来说就结束了 那目前来看开盘这个情况还是不错的 50天均线站上也是一样的没有量的缩量跌下来 没有量跌下来要开盘的时候放量看到没有 包括这个时候在9点25分没开盘之前这个量是非常小的 开盘那一瞬间放量 开盘那一瞬间放量 那可能跟刚刚这个CRTO也是同样的一个套路 但是如果今天低点一破的话可能会引发更大的一个下跌 WIN 那WIN我觉得这一波已经是结束了 这一波已经是结束了 这么大的一个放量反转之后 当时我们在2块1的时候这边突破 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圆弧底 同时也是头肩底突破 也达到技术目标 然后出现反转就要出局了 那其实我觉得现在需要点时间了 需要点时间了 CRC也是昨天讲过重点的关注的原油股 那不急的去布局 Lumber Liquidator也是非常大的期权移动 每天都在讲 大家回看之前的视频就好了 直接点这个Quicklink 就可以回到视频评论处 在视频的那个评论下方评论那里 可以点这个Quicklink 然后可以看到之前的一个讲解 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阿里巴巴也讲了 京东昨天突破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突破还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那之前一天回来了 那现在一天看看第二天能否守住 我觉得这种大的公司一旦突破 可能还是需要回踩一下会更稳一些 那回踩可能会有更好的机会 那如果不回踩直接上去的话 也不好再去追了 那当然如果你有仓位的话就拿着 没有仓位的就算了 没有仓位就算了 我觉得并不是说最好的一个机会 那这个Redfin也是从20块钱一路拉上来 我觉得已经是达到一个利润空间了 40个percent短短两三周的这样的一个拉升 已经没什么太多的油水了感觉 可能又陷入到这一个盘整区间里面 那看看22回到20附近 看有没有机会吧 黄金 昨天 昨天我说了 黄金 黄金期货这个软件不在我这个电脑上 所以说不能共享这个黄金期货的这一个 或是期货的我们这个交易软件 这个一些图形 大家可以在群里面 add我 然后呢 那个我们的交易专研会发出去 把这个截图截出去给大家 那黄金我这边昨天说了啊 那预计会有核弹级别的这样的一个反弹 也就是暴力级别的这样的反弹 在周五或是周一前后一两天 我们看到周四周三 包括今天周四盘前的时候 黄金表现都还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但是也是仅仅是回到了原来的 这一个支撑现在变成阻力的这一个位置 那换成GC来说的话就是1260 附近那个位置是非常强的一个阻力 那也是提示大家逢高做空 提示大家逢高做空 那现在从1260下来已经大概七个点了 那标普五百 这黄金下来了 标普五百又上去了 所以这边暴力反弹 我觉得应该已经结束了 那如果说你没有能够把握到这一波 或是没有能够看到这个图形 那我觉得还是比较可惜的 因为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setup 核弹级别的反弹 从周期图来上 周期图来上看是这样子的 那下一个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可能就是天然气或者说是原油 当然我觉得天然气的这个setup 需要怎么说呢 需要更多的功夫吧 没有说像黄金那么干净 没有说像黄金那么干净 但是感觉也是可能会随时发生了 那我预测可能会在周日的晚上 说不定会有跳空高开的这样的情况 原油的话感觉也还是需要点时间 感觉还是需要点时间 因为原油日服周期上来看 并不是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买入的一个机会 SSC八天均线那你可以继续潜伏 当然也可以逢高止盈 那这个是我们重点讲过的中长线计划 已经发到各大交流群里面 我们现在有八个交流群吧 加起来三四千人 八个交流群里面我都发过了 当时还有人说老师这只股票已经涨过了 你发来干嘛 我说关注着机会总是在 这个给这个有准备的人的 你关注着哪天就会机会就来了 你如果没有关注的机会来了 你也抓不到对吧 这边两块多买入直接到四块钱 翻倍就一周的时间让你潜伏 你都不愿意潜伏那怎么办呢 对吧那你那你这个机会你自己抓不住 那你也不能怪别人 也不能怪别人 只能怪自己不够努力 怪自己当时没有去做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功课了 爸爸刚刚也讲过了 然后BOFI BOFI也是周末发出去的这个重点关注的一支 24块424块5以下这个止损 那尽量去到26块钱左右 26到25左右买入 感觉这边可能开始已经稳定下来了 感觉开始稳定下来 50点均线 34点均线 20点均线 全部交叉在一块了 都在下面了 这均线还是比较不错的 在下面作为支撑 还没有开始发散 但是扎堆在一起 那也是起到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支撑作用 这一支也是继续关注 继续关注 我觉得随时可能会建仓的 随时可能会建仓的 这支刚刚也讲过了 在这个直播前以及直播后 刚刚都讲过 Costco马上发布财报了 应该是在今天盘后吧 那盘后发布财报那也没什么好看的 刚好来到什么 主力位置 刚好来到主力位置 那大跌你就买呗 如果说大跌的话 那如果说不大跌的话 那也没有什么必要去做任何的考虑 除非你有仓位 那有仓位拿上来过财报 止盈止盈止盈 或者说达到你自己舒适 或者说亏得舒服的这样的一个仓位 亏得舒服的这样的一个仓位以及成本 芳华 芳华又跌回来了 那我就是设在 我们可以止盈了我觉得 上来这边到25 24 已经大家可以陆续的止盈了 当然这支股票值更高的价钱 你也可以拿一拿设一个跟踪止损 跟踪止盈 因为我们成本还是比较低的 设个跟踪止盈在下面 如果说这边缩量盘整 最后的一个结果被洗掉 那就被洗掉了 那如果说没有被洗掉 看看有没有更高的价位在上 更高的价位在上 那这边这个下跌成见量还是非常小 看到没有 非常非常小的成见量 ADV ADVM 昨天又是非常好的入场机会 其实就是潜伏着 你不知道哪天他会爆 不知道哪天会爆 MU也是还没有感觉有太强的一个表现 所以说我觉得中期他值更高的价钱 DISNEY收购方 收购人家的公司那肯定就算有利好 但是也很难涨 毕竟你是收购方 而且你要花费这个钱出去的话 我觉得DISNEY这边很难再继续向上 我感觉这支股票可能比较大 可能适合大仓位的持有 或是较稳的同学投资吧 或者说期权投金一下 那现在感觉没什么太多的交易 并不是说最好的关注对象 那Rise Education 那12块4这里非常重要 那我在群里面说过了 就是IPO以来的VM 成平均成本线 如果12块4过不去的话 那这支股票就暂时是这样子了 当然这一个VM 会随着时间不断的推移去改变 那VIDA刚刚也讲过了 我觉得这个金钱 这个资金不在半导体里面 金钱这个资金不在半导体里面 Rise Broadchain 那我还持有少量 我还持有少量 上来反正这边来回滚动操作 从最低26到最高33 也是获利不少 然后下来还有一点点 然后看看能不能拿到更高的价钱 我觉得这支 Say what you want 或CNBC whatever 他们说了什么任何东西 doesn't matter reverse merger 这个公司之前可能就是个空壳 现在它不是一个空壳了 reverse higher prices 那当然小量持有可能会有惊喜 当然也可能会去到20 或者是以下 也可能去到40块钱 这个是一只非常腰的一个股票 但成交量非常的大 每天换手也是非常的大 油中盘5个million 我们看到每天基本上换手率 都是百分之百以上的 所以这边动能非常的强 动能非常的强 主力可能也非常的活跃 感觉很难下跌很难下跌 那20块钱是支撑 20块钱支撑 20块钱21块钱 目前是支撑 如果21块钱破了 那基本上我觉得这波就完完了 那如果没有破 谁知道这波会涨到哪里呢 就像比特币 谁知道这么快就到2万块了 对吧 Ryan 这是这一只 那我是不推荐大家去做这个的 因为这个实在是太腰了 实在是太腰了 GDX 那黄金 我觉得黄金已经又回到主力位置了 又回到主力位置了 所以也没什么太多好做的 昨天就是一个暴力反弹 就是一个暴力反弹 反弹完了之后就没了 暂时是这样可能需要点时间 Pavolado 这个还是在下降趋势线 这里附近徘徊的 那我觉得这个公司值更高的价钱 下一次财报会在 2月27号 那说不定会有一波预跑 KEM KEM中长线持有 依然继续持有 那14块钱附近稳定的很 现在目前稳定下来了 10%的仓位继续的向上看 看看有没有更好的价钱 再出 也就是公司没有任何问题 就是比较便宜而已 就是之前不知道是怎么样的情况 大跌 然后这些放量 现在开始稳定起来了 那老套路 老套路那这些这边也是一样的 稳定了一段时间 稳定了一段时间 这边稳定一段时间 拉伸起来其实都还挺凶的 那现在刚好是在 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12 14块钱附近 14块钱附近 我觉得是开始稳定下来了 那这个量也开始 开始这个缩了 今天感觉这个量是会放量的 今天这个开盘一个多小时的量 已经是达到差不多日均量 所以今天这个量还是挺大的 感觉是有人在买入了 那这是一件好事 这是一件好事 但是你要放更长远去看的话 我觉得公司值更高的价钱 所以你可以拿到做长线 那除此以外 我觉得短线的话 你操作一下也未尝不可 做一些滚动 做些滚动也未尝不可 但除此以外 我觉得拿的可能会更好 拿的可能会更好 VII Penny Stock Don't do it Don't do it OK Penny Stock Penny Stock will stay in Penny Stock 但有一支这支短线你可以买一下 但是已经是我觉得已经是走完了这一波 IMUC 那昨天出现消息也是免疫治疗法的一支小药果 昨天出现消息盘后的时候有人问我能不能买 我看到之后说直接买吧 但是你要注意Penny Stock的风险 然后盘前开盘的时候 我说止盈吧 那这边上来也是不错的一个回报 560% 但是这种只能小量买一两千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 我觉得这个只能是小量操作了 这个股票我还是不愿意说在更大的 这一个场面去说 毕竟这种只能是小量参与的 可能不适合大部分人 亚方那这里底部 这个图真的是太难看了 虽然说我觉得他这公司有一定价值 或者是更高价钱 但我觉得还是算了吧 还是可能会有更好的关注对象 On Deck Capital 终于有人问了一支好股了 那这支持有突破5块3 头肩底大棚展翅上看6块2.5 或甚至说7块钱的位置 6块5 然后再往上是7块 8块的位置 那这边这个颈线 这个底部头部是在3块3 颈线是在5块3 2块钱应该能够去到7块5 就7块3这个位置 这是一个技术目标 这是一个技术目标 不一定能达到 但是有一定的概率能达到 这支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图形突破 这公司也是做网贷 做这个美国的这样的网贷 Oracle还是在这样的一个趋势间徘徊着 那尽量的buy dip 然后看看有没有机会 上来到区间上延指引 那这支也是一样做 期权可能会更好 今天好像是盘后财报对吧 今天盘后财报 我看了一下盘前的这个汇总 应该是盘后财报 那盘后财报来到主力位置 过财报 这个真的非常难讲 真的是非常难讲 没有任何的意见 没有任何的意见 看法 瑞丽器械温州的龙头企业 温州的龙头企业 那如果有在温州 这个温州的同学 或者说老家在温州的 可以帮我了解一下这个公司怎么样 这公司从财报上来看 实在是太牛逼 让人觉得是有点是在作假 但是这个数字 每次数字出来都是让人 让华尔街大吃一惊 直接拉开 拉升 然后每次财报之后就跌 跌完之后财报之前又涨 或者是财报之后又开始暴涨 那现在的财报会在三月 才会发布下一次财报 在这之前我觉得可能还是盘整 或者说慢慢的阴跌下来 阴跌下来就会给到非常好的机会了 但是不跌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机会 这只不跌也没有什么机会 Gain Capital Gain Capital 潜伏 潜伏 这也是一支比特币的交易所概念股 而且本身就是盈利的一个公司 那我觉得跌也跌不到哪去 就潜伏就好了 可能过程会比较痛苦 会要等待几天 也难讲 也难讲 那图牛这边也是回到来了 回到来了 这也是其中一支 怎么说我觉得可以值得潜伏的一支中盖吧 或者布局18年的一支中盖吧 那我们其实布局了好几支中盖 那这一批一路上来也是涨了不少了 那最近开始出现这样的一个大幅回调 这是其中一支 另外还有一支是凯利 凯利 那凯利也是从 China Auto Logistics 这边我有这个朋友是在中国做平行进口车的 这生意实在是太好了 每天换新车 这边也是从一块多两块钱一直拉到三块 也来到主意这个位置了 也是 雄安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股 因为他的这个公司好像是在雄安新区 这是这几支 然后还有几支我忘记了 一时想不起来是哪几支的 回头我再告诉大家吧 再去里面 我记得有五六支的 有五六支的 有很多已经有不错的表现了 那可能还需要再更新一下这个list AM Umbrella 那58 我觉得这边已经放量上涨完之后 再跌下来就需要很长的时间了 可以暂时先互关注一下 红黄蓝 这支股票我每次讲都会被人骂 那我算了我就不讲了 你自己愿意做就做 不愿意做就拉倒 好吧 这支公司太多争议了 Netflix 今天就有期权异动 50天均线是阻力 50天均线是阻力 那这个可能更适合用期权去做 如果说有期权异动循环不断的介入的话 那可能会是不错的这样的一个 看多的这样一个赛蓝 那感觉科技龙头还是表现不错的 因为在这个季节性强势嘛 但是半导体总体来说 科技的先行指标还是显现出比较弱的表现 所以这样就收吧 这个是Health Insurance Anyway 这个是我全年17年 不能说赚的最多吧 但是是赚的非常多的一支股票 接近是可能没到6位数 但是5位数肯定是有的一支利润 13块钱 那我们说了这边ABC 或是1235浪的一个下跌结束之后 精准的在13块钱收笔 开启这样的一个反转 然后公司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是被Seeking Alpha的文章 或是恶意做空 然后这边一路拉伸上来 这个已经是翻倍了 已经是翻倍了 依然还是严重低估的一个公司 像这样的 就可能更多需要基本面 或者说经验技巧上的一些把握了 SN也是其中一支我关注的原油股 这边有十几支关注的原油股 到时候我会在年底的这一个17年回顾 以及18年展望上面 会公开我们学院的这个看好18年的板块 以及一些相应的个股布局 到时候我会公开 那现在我觉得原油股 还不急的去做一些布局 还不急的去做一些布局 那原油期货也是刚刚在56块钱左右反弹 那我觉得是不错的一个买点 短线短线的买点 但是你要做USO 我觉得个原油期货实在是差太远 USO涨一点点就几分钱几毛钱 你赚不到什么钱 除非你用期权 那你如果买太长时间的期权的话 也会被耗损掉 所以还是做期货最直接 哪怕原油只涨一两毛钱 都是一两百块钱一个合约的 这样的一个幅度 所以可能短线来说 用期货做可能会更直接一些 你喜欢做三倍ETI或是ETI 我觉得要遇到大行情的时候 这种大的趋势才好做 目前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趋势 在这里面 黄金昨天这样的一个暴力反弹也是不错的 如果说你做期权至少也是三四五十 这样的回报 但是现在感觉各大品种都没有什么太多可做 除了天然气 再回来讲一下天然气 我觉得这边很妖 但是呢 我是坚决不建议大家去做的 我觉得有更好的品种去做 但是如果说你对天然气有一些把握 或者说非常喜欢 之前有赚过钱的 那懂得这个天然气的套路 跟它非常大的一个风险的特性的话 你有非常好的一个setup 交易setup的话 你可以尝试 但是如果说你对这些没有任何把握的话 我建议你不要说因为我骑到了你就去做 因为这是风险非常大的一件事情 Mazda Robotic 这也是机器人手臂 那这个股 五浪已经 我觉得五浪已经上涨差不多了 这个四浪回调之后也是非常的快 五浪上涨 那现在可能开启一条一个回调浪 在这个下降趋势当中 现在不急 这个公司并没有严重低估 并没有严重低估 反而是严重超估的一个公司 所以不急的介入 这只也是一样的 也是机器人手臂 但是实施小股 但是实施小股 那还是在下降趋势当中 我觉得这股票出现任何的 期权异动 或者是有一些内幕消息的时候 我们再关注它 目前没有的话就先不管了 那这支semiconductor 没有关注过 但是这一个下面的反弹 还是非常的凶的 来到缺口这个位置 现在又到阻力了 我需要点时间去做些研究 需要点时间做些研究 可能在群里面问我吧 基本面我再去看一下 如果说值得投资的话 可以去投机 如果说没有的话 那可能就先不管它了 BIT也是非常好的公司 一路上来 25、23、24上来 继继续持有吧 继续持有吧 21左右的PE值 也是从下降趋势 也是从这个下降趋势走出来了 然后刚好是砸到了什么 下降的这一个ABC回调100 这样的一个Fibonacci位置 在24块3稳定下来 现在来到黄金分割点 29块5这个位置 如果一旦占上29块5 或是28到29块5这个位置的话 那这个趋势就扭转 这个趋势就要扭转 那直接看上30 占上30的话 那就肯定要回到32、34这个位置 当然这个是有前提条件的 If then, if then 如果怎么样 如果怎么样 并不说一定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当然也没有看到太多 资金流的异动 或期权异动的话 我觉得也没什么太多 这个80、90%的这个把握 目前看不到 可能我觉得60、70%应该有 但是我个人还是可能更喜欢做一些 在群里面大家做一些更稳的 因为这样大家都能跟着上 都能稳定的盈利 而不是说做一些上下波动比较腰的 这样可能会对某些同学感到不适应 甚至说可能会造成一些 适得起反的一些效果 总的来说 大盘在4、5日 依然是一个看涨的一个 或者说不看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SPY call 我们这边也是止盈了 花了2000块钱 就赚了1000多的这样的一个利润 那下一周我们再看看 能不能布局一些SPY的put 看跌的期权 我觉得这一周布局还太早 下周看看是找机会吧 目前来说 没有太多想做空这个市场的冲动 除非说可能是一些日内的一些小级别的做空 除非说可能是日内的一些小级别做空 最后来看点驱电 拉回来了 然后这个CRTO也还在这个下面徘徊的 然后刚刚讲的这一支小动门股 我觉得也是在等待 5后的这样的一个setup 我觉得5后还会有一波的 这个放心这支股票如果还有期权移动的话 我再去里面发给大家 2块4非常关键 2块4如果一旦跌破的话 那这个动能就结束了 除非说跌破盘一下再拉回来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如果跌破不能上回到VIA以上的话 这边就比较危险了 所以不要再去做第二波第三波会非常的危险 第一波其实是最好做的 第一波其实最好做 当然开盘这一波是最好做的 然后我们这一波其实是在做第二波上涨 那现在你在做第三波其实有没有危险 并不是说不可以 如果说有非常好的setup的话 一般可能涨到两三波四五波都有可能 但是现在还需要点时间观察 那我在5后的话再把这个图更新给大家 好 好那今天直播先到这里了 也是祝大家交易愉快 我们晚上有黑马公开课 那今天是讲如何寻找这个翻倍股 以及翻倍股的这个交易准则的 这个海报再打出来一下 我们现在有非常厉害的这个人 开始在帮我们做海报 是非常漂亮的一个黑马公开课的一个海报 那同样的我们的这种直播大家加进来 时间这里有了 大家也可以扫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对吧 加入到我们交流区里面来 大家也可以这个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直接在里面提问 有些人可能不知道怎么去下载Zoom 直接Google 或是百度Zoom直播 或者Zoom下载 下载Zoom的这个APP在手机里面也可以 任何的交易 任何的这个手机智能手机智能device 电脑都可以下载 其实就像一个会议室 这个网上的会议室或者说直播间 然后大家根据这个房间号 输入这个房间号进来就可以了 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交流区里面提出 在我们的学员群里面提出 然后在微信公众号问也可以 微信公众号问 反正就找到我们各方面的这个公众平台 有问题觉得说难加入的话 不会加入的话 问我们加入 那我觉得这个主题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而且令狐老师准备很久 一直这个在捕捉黑马 捕捉翻倍股 然后呢 如何从这些这些方面去分析 然后交易秘诀是什么 交易准则是什么 那最后我也会 针对令狐老师讲了之后 我们可以答做一些答疑 更多时间留给大家做答疑 我也会做一些相应一些补充 对我对翻倍股 或是补充翻倍股的这样的看法 好吗 好那也是敬请期待大家晚上这个公开课见 好吗 until next time You trade green and stay profitable 拜拜 See you tomorrow and see you tonight